陈泽山陈泽山陈泽山 后往十年一直被赞誉为华语乐坛天王天后宫 包括蔡依林 林俊杰 李荣浩 肖敬腾 韩伟国 肖黄旗等郡在陈泽山掌舵期间被网络置气下 而今有消息爆出陈泽山的离职风波 恐造成华纳天王天后宫的崩塌 陈泽山和林俊杰虽然外界传言不断 但不可保证陈泽山的离开 无意让华纳元气大赏 远处于华纳的天王天后宫却已经有不少坐实的动作 据悉陈泽山被扑出出走华纳不久 华与天后蔡依林的新专辑发行权也随之离开华纳 此等巨大变动 让华纳在唱片市场痛失意于无独有偶 天王林俊杰也将演唱会全力从华纳收回 目前与华纳仅有一张唱片约 全面出走华纳的是太明显 另外据透露 李荣浩与华纳的合约即将到期 且未传出有再续约的消息 这与此前陈泽山掌舵华纳之时 李荣浩只考虑五分钟便答应续约的态度大相径庭 如今新天王恐离开华纳 必将造成巨大动荡 陈泽山 陈泽山和潘伟伯 然而华纳市场布局的大面积萎缩并非一招事实 此前潘伟伯新歌上下出现的发事件 已经引发了艺人和粉丝的严重不满 对于一家已经成熟运作多年的唱片公司 出现主唱人信息弄错的失误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究竟是身居高位而骄傲松懈还是实力衰减 陈泽山的离职 天王天后们相议的动作 是否预示着华的当道时代的结束 陈泽山和李荣浩 是与陈泽山出走华纳后的去向 外界各个版本的解读依旧层出不穷 但陈泽山至今仍未对此事做出正面回应 此前业界谣传灿星已继续吸引力的条件 向其抛出赶宛之 但陈泽山并不回应此事 灿星因中国好声音 中国好歌曲等前端综艺产能过剩 所挖掘的新人急需后期包装运作 而陈泽山这样一位金牌推手自然成为灿星首选目标 此外 腾讯 阿里巴巴等巨头也紧紧盯着陈的动向 因陈泽山亲手打造的李荣浩 林俊杰等天王歌曲 在音乐平台上应有巨大流量 收益颇风 对于腾讯和阿里来说 如果能挖到陈泽山 无疑就是报解了一棵摇钱树 除此之外 仍有数家公司 以极其优渥的条件在抢陈泽山 行业大佬去向如何 依旧是个米 陈泽山和蔡依林 陈泽山和林俊杰 但即便外界传然纷纷 行业震荡不断 当事人陈泽山却非常低调 据悉 陈泽山目前正在纽约 对于离职风波和未来去向 持不回应态度 也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虽然行业大佬十分平静低调 但不得不说他出走华纳